中国古代出现许多预言家,他们利用《易经学说》和《道家原理》,纷纷著书立说,做出自己对天下大事的预言,其中最奇妙,最精确的三大预言,以应遇两个,据说最后一个将在2040年实现。 那么,这三个预言都是什么?前两个真的都实现了吗?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占卜,古代就有算命先生这一职业,甚至有的时候谋士会客串一下,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无数占卜知识涌现出现,也有很多预言存在,经过长时间的验证,一些预言被证实是在胡扯,而有的预言却真真正正的经过了时间的考验,中国历史史上就存在三大预言, 历史上的三大神秘预言,如今已实现两个,最后一个将于2040年实现,预言一曹魏篡夺汉室江山,东汉末年分三国,因为诸侯割据纷争,最终形成了未属无三足鼎立的局面。 三国演义中,直到诸葛亮生命走向尽头,也没有完成兴富汉室,还于旧都的愿景,当时有本书叫做《医运期》,《医运期》还说《鬼在山》和《女运》往天下。 《鬼在山》和《女运》就是魏字,这就是说曹魏要王天下,实际总算是成熟史。 于是,建安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,汉县帝在高祖庙祭祀,然后派代理御史大夫张英迟节奉喜收照册,正是善为余位,这事人们才恍然大悟,说的到底什么意思? 于言二灭,大清者逼叶赫纳拉士,据传,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人兴建祭神宫殿时,建筑工匠在地下挖出了一块石碑,上面刻有灭建州者叶赫六个大字。 努尔哈赤在建立金的过程中,遭到了同为女真族的叶赫部落的抵抗,叶赫部落站在明朝一边,屡屡与努尔哈赤为敌,最后努尔哈赤经历重重,终于如愿地灭掉了叶赫部落,叶赫部首领不养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, 我叶赫纳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,也要灭建州女真。 自此以后,努尔哈赤认为灭建州者,必为叶赫。 民间一直流传着叶赫纳拉与爱新觉罗世代为仇,清廷宫中后妃,布选叶赫的组织,果不其然,慈禧太后死后紧急三年, 她的亲侄女,叶赫纳拉是龙玉太后,在养心殿接受了退位条件,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,由此,结束在中国实行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, 即大清王朝268年的统治。 涅建州者叶赫似乎成了一个未不先知的预言,预言三五星出东方,立中国, 汉代蜀地之井户壁上秀的文字,是1995年10月,中国日本尼亚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, 在新疆和田地区,民丰县尼亚遗址一处墓地上进行例行考古挖掘时挖到的文物,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字又出字,史记,天宫书,五星分天之中, 寄予东方,中国立,寄予西方,外国用,兵,哲立,五星皆从陈兴而聚于遗社, 其所设之国,可以法治天下,这三个不同时期的预言都指向同一件事, 虽然距离2040年还有十几年,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些年高速发展的势头来看, 中国无论是经济,科技,军事各方面实力都提升迅速, 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就目前来看,这三个预言预测的中国走向世界之巅, 离我们并不遥远,关于这些预言你怎么看? 古时候的预言和算命,总是灵验的初期, 在吴三桂试图发动士兵进行叛乱的时候, 由于手头上不宽裕,军饷不够, 于是吴三桂找到了当时正在苏州, 掌管着财政大权的地方关穆天炎, 但是穆天炎虽然掌有财政大权, 却也不敢轻举妄动, 他在犹豫不决的时候,去请教了他的朋友, 请朋友帮忙算上一挂, 他的朋友让穆天炎说出一个字, 接下来就会告诉他缘由了, 穆天炎想了想, 刚好看见桌子上的一封请帖, 他将请柬拿起,翻了过来, 指着上面的一个字说, 就测这个正字吧, 朋友摇了摇头,对他说, 我看哪,这个钱不该借, 你看哦,这个正字和王十分相似, 但是有与王字有所区别, 就是王字的笔画打乱后的样子, 而且你刚刚已经将这个请柬翻到了反面, 这是要反叛啊,大逆不到, 这钱不该借, 于是穆天炎没有答应了吴三桂的请求, 没有将钱财出戒, 后来果不其然, 不久后, 吴三桂就带兵发起了叛乱, 恰恰应验了朋友的话, 例子二, 刘秀贵为天子, 在西汉末年, 往往篡位的时候, 那时候, 刘秀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 有一天, 他跟随这家人去拜访蔡少公的时候, 和大家席地而坐聊起天来了, 蔡少公平时对酸挂活面相颇有研究, 当他看到刘秀的时候, 他就看懂了这个人, 他对这朋友们说, 刘秀会是以后的天子,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, 是不是当朝的那位宰相啊, 原来当时有一大臣名为刘新, 后来天子封他位宰相的时候, 突然间就换了名字, 改名为刘秀, 于是大家说笑着喝起酒来了, 一旁的刘秀听到了这句话, 反问道, 我也叫刘秀啊, 为什么不是说我呢?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, 只有蔡少公没笑, 反而十分欣喜, 之后他便跟了刘秀, 成为了刘秀身边的得力助手, 最终这个预言还是成真了, 例子三, 何时能上梁, 在明朝的时候, 刘伯温到外地去走访, 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, 哪里十分吵闹, 于是刘伯温喊来下属, 问他前方在做什么, 下属跟他说是有一户人家正在上梁, 刘伯温恰指一算, 口中念念有词说, 这个时辰上梁是及时啊, 他接着又问下属, 上梁的人家是富人家, 还是穷人家, 下属对他说是穷人家, 这时候刘伯温摇摇头说, 上梁选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时间, 只是不会长久啊, 若是大户人家还能经得住, 小户人家在不久后还会修房子的, 那这个财气就保不住了, 怕是还会和原来一般, 果不其然, 不久后这户人家就发了财,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财主, 他们将房子重新翻新了一遍, 但是慢慢的生意就衰败了, 不出所料, 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, 还是一样的贫穷,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预言都应验了, 比如伯纪在还是姑娘的时候, 就有当生天子的预言, 后来, 他的儿子刘恒真的就当了皇帝, 比如李世民时期, 出现女主武王带有天下的预言, 后来, 武则天真的就当了皇帝, 取代了李唐王朝, 比如秦始皇时期, 出现王秦者胡也的预言, 最后秦朝的灭亡, 真的在胡亥身上应验了, 我们知道, 所谓的预言, 本身就是不靠谱的, 因为预言预示的是一种天命思想, 而天命思想是唯心主义的, 也是宿命论的, 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, 也就是说, 对于未来进行预测, 并不是没有可能, 但那必须是一种科学的, 合乎逻辑的, 合乎社会发展运行规律的分析, 而不是所谓的命想, 因此, 所有的预言, 显然都是不可靠的, 既然预言是不可靠的, 为什么上面的三个预言, 却那么准确呢, 要回答这个问题, 我们先来对上面的三个预言, 进行一些分析, 通过分析, 我们就会发现, 预言之所以会那么准的原因了,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, 上面的三个预言,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 就是预言的事情, 本身显得很不可靠, 但是最终却神奇的应该了, 其离奇曲折, 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, 比如搏击当生天子的预言, 最早介入这个预言的人是魏豹, 魏豹听说有这样的好事, 赶紧娶了搏击, 没想到他不但没有得到好事, 反而为此丢了命, 被刘邦给杀死了, 这是这个传奇预言的第一个不可靠, 搏击归了刘邦, 但就算归了刘邦, 似乎也不像是能生天子的样子, 因为刘邦那时候, 只是个很一般的农民起义军领袖, 远远比不上项羽, 这是预言的第二个不可靠, 后来就算刘邦终于有点出息了, 但是搏击并不受宠爱, 而是在洗衣房里, 这是预言的第三个不可靠, 后来终于因为朋友的推荐, 搏击被刘邦临幸了, 不过也就仅仅一次, 这是预言第四个不可靠, 搏击虽然生了儿子, 但是并不受刘邦器重, 刘邦把刘恒的封地, 封在了边疆地区的带地, 这显然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, 这是预言的第五个不可靠, 后来刘如意和刘盈征太子, 都没刘恒什么事, 他一直不在权力中心, 这是预言的第六不可靠, 吕后去世后, 获得皇位呼声最高的是刘腓的儿子刘湘, 也不是刘恒, 这是预言的第七个不可靠, 有七个不可靠, 都预示着刘恒不可能当皇帝, 然后最终, 刘恒竟然奇迹般地当了皇帝, 其神奇曲折到了惊人的地步。